什么样的演讲是最受大家欢迎的呢 有些人说是饱含深情的 有的人说是青春励志的 我认为是有趣的 我非常认同这句话 有趣是最大的才情 一般情况下呢 一个好的演讲必须符合三个条件 简短清晰和有趣 那什么样的演讲才是最受欢迎的演讲呢 我觉得必须符合三个条件 有趣有趣和有趣 因为呢幽默通常是消除观众心理防线 使其更容易接受你关键 同时放大你个人魅力的关键 对吧 但是有人说呢 老师我天生不幽默 请问我要怎么样在我的PPT演讲里面变得幽默呢 我给大家推荐五种具体的使用方式 第一个趣闻 见解和个人故事 你可以从历史时下热点 八卦新闻 脱口秀文学作品中 提炼故事和灵感 在央视开讲的当中呢 刘强东回忆自己以前童年游泳 他说呢 他在跳在空中游泳的过程当中呢 就把这个裤子给脱了 我能做到什么 跑到那个小沟旁边的时候 跳起来 身在空中 把自己的裤子给脱了 扔回岸边 然后掉水里去 这是一集特别棒的演讲 我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央视开讲的刘强东专长 对吧 第二个比喻 比喻是一种常见的修持手法 用跟假事物有相似之处的 以事物来说明假事物 例如说呢 生活就像新电图 没有曲折 那你就挂了 所以要相信风雨之后 有彩虹跟等等等等 运用比喻就好像是给黑暗的舞台打了聚光灯 让观众的注意力能够集中到 你想让他们关注的一方 再举个简单的例子 艾森豪威尔将军命令士兵 来请问一句话 来说明我军现在的处境 侦察并说了 将军想象一个面包圈 我们就是中间的那个洞 所以你看多么的生动 是吧 所以在我们在讲PPT的过程当中呢 我会和很多人说 PPT做的不合理 底下观众没有什么共鸣 不明白什么叫做不合理 所以会举例说 大家下期都有看过文箱吧 我就不相信这样的文箱没有人掰惯过 这就是设计上的不合理 第三 矛盾 什么叫矛盾呢 且看这句话 万里无云的天空飘过朵朵白云 小鸟飞驰而过 我对数学咬牙切齿 小伙伴们经常在讲课的过程当中 拿我调侃 科学研究表明73%的人数学不好 很高兴我们龙大属于那37% 其实呢 我只是老了 老夫老老老发少年狂 智胜黑不寒糖 锦帽雕求习一用奇强 未报清晨谁在手 三百年九之堂 夜来幽闷呼唤江 学外语心流方 相互无缘洗洗更健康 在演讲过程当中呢 冲突与矛盾可以是自黑与自潮 让大家觉得说呢 距离感瞬间消失了 破冰成功 矛盾呢 可以是对比法 你的矛盾反而能让你的关键和表述呢 更加的突出 被人记忆 第四种方法是视频法 视频为何能够提升我们的幽默感呢 我总结了三个原因 首先呢 视频可以用第三方角的视角来描述 善当于把舞台交给了一个精于幽默的人 对于一些表现力不强的人来说呢 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其实呢 视频本身制作精良 通过图像 文字 音乐 音效 特效 等等多方位的感官刺激 能给观众带来全新的感受 其实呢 通过观看视频 是很好的转移注意力的一种方法 可以让观众得到片刻的休息 是不是啊 有助于你后续内容的开展 在演说的过程当中呢 利用视频 轰多幽默气氛的案例 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来看看 还是之前的案例 刘强东开讲的当中呢 有一个视频片段 节目主采访了刘强东家乡的乡亲 乡亲们非常的淳朴善良 对着镜头 直言不讳的说出了很多 充满潮点的话 一起来看一看 没听 没听过刘强东的名字 小时都是在银中点点 什么事 小时刘强东怎么样 还批不批 是呀 你小时候啊 张黑八蛋你 你认识刘强东吗 很大爷 很大 但是有一些人 想具体想打听一下 是不是你们那个状况 我说不是的 因为他们老在学校里面 说我们刘强东多么厉害 多么厉害 确实很厉害 但是他们就是 吹得太过了 我知道 我感觉既然在他们家旁边 就应该谦虚一点 那这是江苏晨说成的同学 学儿在高三年 接着同学落 这个 这个就是 刘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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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强东的时候还是唱歌 他最喜欢唱 粉红色的回忆 要强肯定要强 不是看别人 说 就是年长的人 就是经常在大鱼壳用的人 可以过 碰过大鱼壳 大鱼壳你也看了 其实也不算窄 他要看别人游过去 他不要游 他要游过去 我也游过 但是我真的游到中间 我就不敢游了 我就回来 其实这里也是一趟 那个中间我不敢游了 心里发冲 嘎嘎 他歌唱得也不错 前面再说自己 无意不全 唱歌老是跑调了 现在歌迷恋得还不错 基本上都是那些老歌啊 比如说八个牛柱啊 大强 我是你大鱼 阿姨过年都七十三岁了 所以想到你那儿看看吧 也很少 顶多到县里吧 你马上去看看 好 总之一句话 你们年轻人新婚要团结好 这个工作要好 自己注意身体 请多给母亲来个祝福 第五图片 为什么图片可以让我们显得幽默呢 我们来看这两张图片 第一张是不是觉得平淡无趣 同学们欢迎报考中国人民大学 再看这一张 是不是一下子飞到好了几个罩杯 啊不 是超级个档次 是吧 两个黄仪明确一点 你还没有女朋友 听到这样的信息 我们听到的信息 三天后 你可能只记得10% 如果听到的同时 还能够搭配上一张画面 一张图片 我们三天后记住信息 就会飙升到65% 也就是说呢 一张图片 能够帮你多记住五倍的信息 我敢打赌 以后再说到中国人民大学 你脑海中都会出现这张图片 因为呢 电脑啊 这个大脑啊 加工视觉的信息的能力呢 不同于声音和文字 所以科学家呢 把这种效应称为多模态的学习嘛 于是呢 我们大脑是更倾向于对于图片 有更深的理解的 我们不过来的